112年吉安乡长杯柔道锦标赛 16号的上午是在花莲道馆火热开打 而这一次特别的是 除了正规柔道比赛之外 也结合了社区长者的趣味竞赛 现场是有满满的人潮 也吸引了近百人报名参赛 小小选手站上竞技场 使出各种技巧 想要扳倒对方 展开激烈的竞胜攻防 112年吉安乡长杯柔道锦标赛 16号上午在花莲道馆火热开打 而这次特别的是 除了正规柔道比赛之外 也结合社区长者进行趣味竞赛 场面超热闹 我们这次的赛制是用 国际柔道协会的规则赛制 可能组别的话 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少 所以只能按一到六年级去区分 还有男生女生的组别去区分 国中的话我们就是都混在一起 没有分年级 还有大学社会组都一样 我们就不分体重 大家娱乐切磋一下 活动中 吉安乡长游淑贞 除了擒直到场勉励选手 也一同体验去为体能竞赛 希望良善的运动风气 能在吉安乡发光发热 112年乡长杯柔道锦标赛 看到的不是只有专业的柔道选手 还看到婆婆妈妈一起来 乡亲饮法乐火 也一起来供学 从柔道的专业 转化成运动的体势能 我相信全民运动在吉安 为我们推展各项的一个体育的赛事 我们吉安一定要克正的努力 来做好整个铺陈跟推广 吉安乡长游淑贞 也感谢吉安乡民代表会主席秋美云 带来专业的技能团队 延伸所有赛事的铺陈 而乡公署未来也会持续办理 各项体育赛事 打造出运动乐活的友善空间 记者徐立清 吉安乡报导